那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去參加你前女友的婚禮 因為我單身嘛 那他老公怎麼想 不是 美人姐 這就跟一個氣度一樣 就是說有一個選舉完 我落選 我還是阿 恭喜你 這是一個風度嘛 但是你需要婚禮 你是交接喔 所以你是去看熱鬧的心情吧 不是 為什麼看熱鬧 吃喜酒本來就是臭熱鬧嘛 大家要沾喜氣嘛 回到剛剛爭執的點 劉語就講說那個前女友 後來變成工作夥伴還一起出國 我們講的就是說好 我們相信得過你 可是對那個對手 對那個前女友 我們信不過 對 他半夜來摳摳你 你怎麼拒絕 你也是人 你是神嗎 我可以不開 而且在異鄉 我可以不開門啊 誰說 同房啊 同房就不行了啦 對啊 同房不行啦 有同房嗎 你為什麼要同房 我沒有 你為什麼不應該 對啊 奇怪 不是 而且美人姐 同房你受得了嗎 看他長得怎麼樣了 不是 你就是愛女友嘛 你幹嘛 不是 不會同 不可能有同房的機會 不是 不是 你不能拿一個例子來講 全天下的男人都會同房啊 對啊 這是一個特殊例子 我們沒有用這個例子 我們只是講說 你一直說你愛你的女友 你愛她 對 你要她信任你 那你為什麼不能為了愛她 不要跟前女友任何聯絡 前女友對你來說 真的如果有那麼重要 你就不會變成前女友 但不是偶爾 不是常常臉每天在俐落嘛 一年兩次 不是吧 為什麼前女友就不能像就是 這輩子就斷了 就是不要再有任何交集了 不要有交集啊 不要有交集啊 就沒有朋友了 真的 她所有女生朋友都前女友 你有交錯嗎 所有朋友都是前女友 不是 你都先拿來當乾妹妹 然後再變成前女友 然後再做回去做朋友 我舉出例子了 我只是說因為我們是喜歡 大家都是交朋友的人 因為我跟我說前女友 都是真的保持是朋友的關係 你真的是東區就把她殲滅了是不是 不是 我們真的很多 以前分手都叫她是朋友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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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問一下天台 有沒有遇到 曾經遇過很可怕的前女友 最後把 然後回來搶男友的 有沒有 有 我有遇過 有 沒有 就是我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他一直背著我私下 跟他某一任前女友聯絡 但是因為我是那種 不會檢查男朋友說 有手機的人 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 他們有聯絡 直到有一次我們出國 然後出國在睡覺之前 我就拿我的 那個男朋友手機 想說傳一下照片看 然後結果我就 突然發現 他們怎麼聊那麼多 而且都已經出國囉 然後那個前女友 就還問他說 欸 你在幹嘛 然後結果我那個 男朋友就說 喔 我現在在吃飯 我在機場 喔 我們現在要睡覺囉 然後我想說 不是跟我出國嗎 然後最讓我不爽的一段 就是那個前女友還問說 喔 那你們家那個咧 然後 什麼叫我們家那個 我是黃臉婆嗎 然後 然後結果那個 男朋友就說 喔 當然他不在啊 不然怎麼可以 然後我就是 整個大崩 我整個大崩壞 然後我就是下定決心 他回國就死定了 我一回國馬上跟他分手 然後他就是 然後他就是 對 因為沒辦法 因為已經就是 在出國沒辦法 然後我們就等他回國 我回國就立馬跟他分手 他就跪在我的那個床旁邊 然後就是一邊顫頭一邊哭說 對不起我錯了 真的再也不會 然後之後我還是可以原諒他 然後這樣 這種都不能原諒 因為我自己也有遇過 後來呢 後來他真的就再也沒有 因為後來我就會變成 是一個會檢查的人 喔 變疑神疑鬼了 對 那你們戀情有苦 繼續到現在嗎 就是後來還是分手了啦 對 那妳現在有燒好他嗎 我跟你講這種都不行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我也有原諒過 然後他也是跟我簽保證 萬保證說他真的不會 但男生都會說 我們女生要信任他們嘛 我真的就信任他們 他說我跟你講 我跟他完全沒有聯絡 他說那女的 跟他完全都不在台灣 最後 人的不但復合還結婚 我是最後一個知道的 妳還是他女友耶 對 我是最後一個知道的喔 兩個人 妳男朋友要跟人家結婚 妳最後一個知道 你瞎啦 不是 因為他從頭到尾都說 他沒有跟他聯絡 然後呢 這個女生完完全全都不在台灣 對我而言 我的訊息就只知道到這裡 我也查他手機喔 我什麼都查 我能查全都查了 可是我覺得思佳 有用嗎 你知道Case你應該要開心耶 因為這種爛人 最後娶了別人沒娶你耶 不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你用這種例子去看說 我們信任你們其實真的沒有用 不是 因為我對我們而言是 你們真心要騙 欸 多誠懇 我打電話問他喔 我聽到一點點風聲 我打電話問他說 聽說你要跟你前女友結婚嗎 他怎麼跟我發誓 我跟你講 我對天發誓 我跟他完全沒有聯絡 跟鬼結婚啊 我跟他結婚我全都死光光 這樣子跟我講耶 後來他真的放了一個主中台位嗎 對 禁婚啊 我真的相信他 欸 你會想說 誰會問了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騙成這樣子 他這樣跟我講 他我還是因為覺得愧疚說 是不是我太不信任別人了 就真的跟他結婚啊 我還是最後一個知道的 所以我痛恨前女友到一個不行 我覺得前女友這種東西就是 我覺得他有時候 不是說我們不信任男生 就是那個女生的心態太奇怪了 對 像他比如說 他已經跟你的男朋友分手一段時間 然後比如說他現在跟我在一起 前女友知道他交了新的女朋友 他心態開始這樣就自己會覺得怪 他會覺得 為什麼你可以馬上交了一個先生 他就開始想要破壞 他就來了 而且因為我們也當過別人的前女友 我們就會有自己的態度 想說我幹嘛要跟前男友聯絡 那為什麼就有一些女兒 他就分不懂這種東西呢 前女友就是見不得的男生 就是過得比他好 所以他就會想要來破壞 所以嘛 你們講了那麼多 其實你們在一起是女生那邊 並不是我們男人的行為 但是你們男生態度也要很明確 我跟他講朋友嘛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這邊的八位女生 你們有沒有自己當過可怕的前女友呢 我是曾經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吵架 然後結果前女友就是會在 比如說我男朋友在狀態上面 打一些很sade的那個狀態 然後前女友就會在下面留言就是 我懂 你是說 我瞭解你 我懂你 我懂 懂什麼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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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前女友會很危險 是因為有時候前男友就在你空窗的時候 他就想要找你回去 那更何況是你現在有女朋友的時候 然後你還跟那個前女友一直聯絡 那就是我們會覺得很擔心 因為就是曾經有這種狀況 那你回去了沒 沒有啊 那不是結任了你有什麼擔心的 你老是用一些假設的狀況來擔心男生會願 不是每一個人都不願意回去 其實我覺得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出狀況你知道嗎 我們只是朋友而已 其實女生其實就是這樣 當女生跟你提出說 你可以問了我不跟前女友聯絡嗎 如果男生的堅定的態度是說 喔我可以 女生其實就沒那麼害怕 沒錯 可是如果那個男生是 為什麼你心胸好狹小喔 喔我剛才朋友 你聽到這邊 你不要那麼無聊好不好 你就已經覺得有事了 你女朋友看到你前面女朋友就會吃醋啊 會啊 因為我覺得女生總在看見黑影就開牆 對啊 什麼意思 像女朋友啊就是 可能看到我的手機裡面有前女友的照片 她就會覺得 怎麼可以這樣 她就說要不然你回去跟她複合好了 當然 對啊 你留著幹嘛 有多回味 對啊 有多好看 有比較漂亮嗎 就忘記刪掉 那她質疑你的時候 你有沒有立刻刪掉 沒有耶 你有沒有覺得她沒錯 跟妳講不刪掉還說這有什麼 對啊 你怎麼那麼愛計較 欸幾位美人 我講真的 可是男生有的時候 他真的沒有別的想法 他就是不會去想要刪掉 他這個動作 不會想要這個動作 不是 但我覺得心態跟剛剛一樣 你忘記了 你沒想到 沒有關係 我們提醒的時候 你立馬可以做到那個動作 對啊 我們都覺得舒服 至少你為了我現在的感受 你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為何不 刪這樣嗎 刪了沒 刪了沒 還沒刪 還沒刪 對啊 她有問題 那就是有問題 這個這樣 今天我們最後來問一個問題 就是請問各位 你們認為說 男女之間到底有沒有純友誼呢 勸插 勸 女生的答案呢 真的會有人舉差 你們都沒有純友誼的 什麼純友誼 你不要在那邊 欸不要那麼蠢好不好 真的有純友誼這件事情 你剛剛自己都說了 我跟Selina就純友誼啊 我跟Selina就純友誼啊 我跟Selina也是啊 可是我跟Selina也是啊 可是如果Selina給你機會呢 欸你還想幹嘛 你幹嘛想 你幹嘛想 就真的純 就有些女生對你來講 你就是一輩子 不會想到那方面去啊 你有這樣拉一下嗎 PP也是 真的 一定有的啦 我跟你講美人姐 我覺得這個問題 根源就在女生自己本身 真的 可是女生更容易多小 問題都在他們那邊 對 因為其實 你就講演藝圈就好 演藝圈我們常常比方說 我們會認識新進的女生朋友 或是什麼樣 我跟你講 女生好難交純朋友 就你傳個一次簡訊 兩次簡訊他都會回你 三次四次 他就會覺得你要把他了 文明哥你只能真的是 沒有啊 如果我們都是這樣子的想法的話 劉宇柔就不會跟張兆智這麼好 我就不會跟黃曉德這麼好 好了快二十年了 而且中間他交了多少男朋友 現在他也結婚了 也當人妻也生小孩 他老公就是把我們當作 沒事他會打 欸 你跟柔講 他就懷孕完都不睡覺 不是 因為你們那個是 兩方面都把持得住 可是你如果是有一方 有別的想法的話 那這件事就很容易就會變直 那是因為你覺得 你跟他不可能 他也覺得他跟你不可能 你們是同步的 可是如果只是你男生 單方面的覺得說 欸 他只是我妹妹 女生他沒有這樣想的 不是乾妹妹的吧 乾妹妹已經過了嘛 女朋友也一樣就會出錯啊 不是 現在在說狀況 對 你剛剛也講了嘛 這個狀況是可以成立的嘛 所以照你自己講 他是不是成立 他是會成立的嘛 會成立啊 我跟你講這種事情真的太少了 而且我跟你講大部分的例子 都是從這種事情然後開始出來 擦槍走火的 像我們這種把持住的 真的不一定啊 誰誰誰誰 我誰誰